IT全播报新奇酷券早知道 WWDC 2019全球开发者大会的开幕主题演讲 将于太平洋时间6月3日上午10点举行 此次大会将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河赛的麦克恩利会议中心召开 此次会议将持续一周 在开幕式上 苹果将首次公布最新的平台改变 其中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将iPad应用引入Mac 预计苹果将会发布iOS13、MacOS 10.15等新系统 据外媒报道 iOS13将带来显著的性能体验改进 同时还有不少的新功能 比如夜间模式可以从控制中心启用 硬件方面 苹果也可能会发布全新的Mac Pro硬件和专业的Apple显示器 通常来说 苹果会在同一天发布新款的iPhone、iPad、Mac、Apple Watch和Apple TV软件的开发者测试版 在9月份发布正式版 在近日苹果还发布了新硬件 其中包括首款MacBook Pro 8核处理器型号 性能提升40% 改进了内部使用新材料的叠式键盘 届时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详细报道 欢迎关注哦